好,那我接续上一个上一堂的课程 我们上一堂是讲阵列 OK,这是一个最常用但是蛮简单的资料结构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比较常用但是有点复杂的资料结构 叫Hashtable 这个T是小写,Hashtable OK,那这个叫杂错表 那我就叫H好了 好,这个杂错表有什么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杂错表的用法 好,Hashtable 它里面有一些像add函数 又是add 但是呢,它的add跟正列的add不一样 它有clear,clone,contents,contentskey,contentsvalue,copy2 这是什么呢 那,clear就是把整个杂错表轻功 clone又是字体繁殖,复制一份 啊,contents就是找找看这个杂错表里面是不是包含某个特定的索引键 所以就是contentskey是一样的 那,contentsvalue就是找找看杂错表里面有没有某个特定的值 那,这个contentsvalue执行起来应该会很慢才对 所以尽量不要用,contentskey是很快的 因为杂错表是根据key来做做放置的动作 那,contentsvalue我怀疑它会不会全部重新搜寻一遍 所以如果你发现它太慢的话,就尽量不要用 那,你可以倒过来把value变key塞进去 这样就会快 那,另外是,这些就比较少用到了 那,toStream values就取得它的所有值的那个阵列 的,应该不算阵列的容器 那,这个是取得所有key 就是锁引键的容器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通常你只会用到两个函数 一个就是add 好,add,我可以把什么加进去 比如说,我把Jump加进去 然后呢,Jump的电话 0977332415 随便啦,我乱编了 好,那 好,我随便放几个 好,我随便放几个 Merry Jorge 好,四个就好了 然后呢,随便改 好,就这样 好,那我把它放进去 好,那我把它放进去 好,这些 这些配对 好,其实这杂错表就是key 这个,第一个是key 就是它的锁引键 第二个是它的值 OK 好,那这时候我放进去之后 我可以找找看它在不在 诶,我看 我叫get 我看一下叫什么 诶 哦,我知道了 杂错表的取得 根本不需要这样 杂错表的取得 直接像阵列一样就可以了 好,那我 我如果这样 不要去 就举好了 好,我如果 我如果 String 齁 g.tail 等一 这个 那这样子的话 我印出g.tail看看 然后这边写 然后这边写 好,George的电话 好,那我们 侦措一下 好,等一下 这里有个问题 好,它说 不能够 我直接 转成 字串形态 那这该怎么办 硬转 这是一个办法 另外一个是 你用toString再转 那toString 就比较慢了 硬转比较快 我们既然知道它是String 没关系 就硬转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能就要用toString 之类的 但是 既然已经知道它是String 就硬转 好,那我就硬转 好,那你会看到 我们查出来的George的tail是0977372416 应该没错 0977372416 这里刚刚我做了一个奇怪的输出 因为 有人问到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可以拿掉 好,那 停止一下 好,重新执行 你会发现说 OK,我们可以透过 已经放 这个杂错表 然后直接传给它Key的方式 然后取得它的Value 取得它的Value 那不管你这个有多少个 原则上 只要记忆体放得下 你就可以这样用 OK 所以 杂错表 这种东西 是存在记忆体里面的 我们不需要用资料库 我们就可以做到类似资料库的功能 只要它的资料量通常 比如说不要超过1G 但是1G很大很大 各位可以想象 你知道 你从一出声就开始写文章 每秒钟打一个字 那你打到死都不会打到1G OK 那是非常可怕的量 好 好 那OK 所以我们 各位知道那个维基百科 总共 英文版大概3G 那它的量有多大 好 那所以我可以用Hashtable来取 那另外一个 我也可以用Dictionary 那这里我就直接DictionaryString String String 这是两个形态 一个是String是Key 这个String是Value 好 那因为我这边的我要再拿来用 所以我就 就 DictionaryString OK 好 那这个String呢 跟这个String是一样的 所以应该没关系 D 那如果它有点问题 我们再来处理 好 一样我把这一段整个再Call进来 好 那这边D 好 Gtail 这个就不要再用Gtail了 因为会重复 会重复 那 就叫做 就不用宣告好了 就这样取 好 那就这样印出来 好 这里有个问题 我还需要强制转型吗 不用了 因为这个本身叫做范形 也就是说它 取出来就会是 Key的话就会是这个形态 所以不用再强制转型 那这也是为什么要有范形的原因 因为 没有范形的话 你常常要强制转型 那有了范形呢 你宣告的时候会复杂一点 但是你取出的时候会简单一点 OK 好 那我们就来再执行一次看看 好 你会看到两次取出来的都是这个 没有错 那所以 我们就可以 利用 Dictionary 或者是杂凑表 来存取 那种 你希望能够快速搜寻到的东西 好 那这个应用 就是说 你想建立本字典 的查询 查字典工具 那你用杂凑表 来做 其实就很适合 不需要用资料库 因为字典很小 好 字典再大 就算全世界最大的字典 记忆体都还是可以很容易的容纳的下 OK 所以 这时候 其实是适合用杂凑表 而不是资料库 那我只要 只要 存一个文字典把那个字典读进来之后 然后 你就可以查了 所以通常 一本字典如果十万个字 很正常的 十万个字 每个字呢 占 中文 十个byte 英文 二十个byte 好 总共 一个字 占三十个byte 那 十万个字 就是 三十乘以十万 三百万个byte 三百万个byte 只是三妹而已 三妹 离 G 还有多远 三百mayte呢 如果你再把它放一百倍 变三百mayte 也还不到G 你要放三百倍以上 才会到G 所以 你 一个记忆体 至少 可以 容纳 三百本字典 OK 所以 各位可能没有想过 其实这种事情应该用记忆体做 好 OK 好 那各位可以试试看 这个程式 那我把它 扣上去 扣上去 我把它一样完整的 就把 把刚刚那个 重新再贴一遍 可以 你只要把档案停进来 就好 把档案停进来 之后 然后 OK 吃点啦 我会给你们 OK